以色列和哈马斯的休战协议进入最后一天了 而总理纳坦雅胡是强调 消灭哈马斯的目标并没有改变 只要时间一到还是会恢复轰炸的 不过哈马斯似乎是有意要延长这个停火的协议 因为局势对他们来说是越来越不利了 在停火之前 以色列是击毙了50多名的哈马斯成员 其中一位就是掌管北部的指挥官 也是目前死亡人员当中位阶最高的一位 而以色列曾经两度想要暗杀他 行动都宣告失败 现在终于如愿以偿 密密麻麻人群将援助卡车团团包围 以色列和哈马斯休战四天 立刻上演混乱场景 这辆卡车才抵达北加萨 就遭民众强行爬上后车斗搬光物资 因为休战之前 这里真的处在水深火流当中 阿马斯周六一度因为物资问题 延后人质交换 尽管周日又有120辆援助卡车 进入加萨 但缺燃料情况还是很严重 南部甘友尼斯民众大排长龙 所有人都以为只要来排队 就能领到瓦斯 许多人起了大早却还是空手而归 到时加萨一些南部地区的菜市场 因为休战四天重新出现热闹景象 不只有小吃摊在贩卖炸物 街道上人来人往甚至能看到满满的蔬菜水果 民众上街买菜 终于不用再吃面包果腹 部分民众则是趁休战期间重返被毁掉的家园 只为了碰碰运气 看能不能捡到一些还能用的物品 这名妇女表示 其实并非第一次家园被毁 她先后在2008年和2014年的 以巴冲突中被毁掉住家 连同这次已经是第三次遭战火波及 一些民众甚至直到现在才有机会 回家帮亲人收拾 加撒境内70%的民众流离失所 许多人逃到南部后 住在简陋的塑胶帐篷 小朋友睡在地上蚊虫乱飞 卫生环境令人担忧 修战期间 休战期间 以色列总理没忘记继续 呛杀哈马斯 周日他还特地探访 驻扎在加萨的乙军 成为20年来首位 前往加萨的以色列总理 目前唯一能让以色列让步的 还是人质 由于目前还是有上百人掌握在哈马斯首周 美国总统拜登呼吁双方延长修战以救人要紧 但休战越久对乙军来说也是不小的风险 由于哈马斯势力为了 以色列媒体大胆研判 双方长期停火的可能性并不高 以色列也持续在约旦河西岸大搜捕 同一时间巴勒斯坦则传出有激进组织 残忍处决两名巴勒斯坦人 指控他们泄露情资 充当以色列间谍 别新闻综合不倒 而以色列现在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定定了三大行动目标 包括要完全的消灭哈马斯 救回人质 还要确保以色列不会再受到军事跟安全的威胁 而传出呢 军方是已经在加萨投放了四万顿的爆裂物 随时准备好要恢复攻击的行动 不过战争打到现在 在社群网站上面出现很多反犹太的声音 像是X平台就被指控 在当中扮演推波助澜的角色 不过现在呢 老板马斯克是倾上火线来回应了 他坚决反对了任何的仇恨言论 也强调X从来都没有协助帮忙宣传 直升机缓缓降落在以色列的儿童医院 再回了第三批从哈马斯手中 历劫归来的17名人质 屯垢区内的居民聚集看直播 高声欢呼 有人是忍不住哭了 不管是不是真的认识被掳走的人 都庆幸至少他们回家了 而在这第三批获释的人之里面 最受瞩目的是他 年仅四岁的美国与以色列 双重国籍女童Abigail 她也是这三波幻球中 首位被释放的美国公民 拜登在第一时间发生 真的是心疼奇了 因为Abigail在沦为人质期间 过了四岁的生日 还不知道爸妈都已惨死在哈马斯手中 家属转述 当时的Abigail躲在爸爸怀里 看到爸爸被开枪打伤后 就逃到了邻居家中 没有想到被抓走 还能活着回来 这三天来 全以色列民众的心 都跟着一幕幕 家庭重逢的画面起伏着 一看到爸爸马上飞奔过去 九岁的男童孟德和妈妈阿嬷 都被哈马斯掳走五十天 一看到孩子平安回来 爸爸用力把他抱紧紧狂亲 一家人在医院的长廊重逢 让许多人是红了眼眶 还有这一位九岁女童艾蜜莉的爸爸 紧紧抱着心肝宝贝 艾蜜莉的爸爸终于等到女儿回家了 他们说我们找了艾蜜莉 她死了 我说是 因为这是我认识的最好的新闻 一度误传女儿已死 还在镜头前落泪的心碎一幕 怎知后来大反转 一个多月后才知道艾蜜莉被活捉到加萨 如今终于回到身边 心情就像洗散温暖 以色列人之们今晚五十多天 终于回到家人的身边 这段期间到底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有人这报寿 但是也有获释的泰国人质像亲友说 被关期间他们吃好住好 也没被关在地道内 待遇大不相同 如今哈马斯一约放人 以色列也释放了 共117名的巴勒斯坦囚犯 青少年们接受英雄式的欢呼 和家人开心拥抱 但还有超过3000人被以色列关押 而且罪名都是最笼统的行政拘留 像这次获释的人 最普遍的罪名都是朝乙军丢石头 或是违及区域安全 而究竟以哈双方的幻球停火 有没有办法再延长下去 传出哈马斯有意延长 只是目前哈马斯也只公布了 最后一批换球11名人质的名单 没有再追加 以色列说他们有心理准备 但是万一没再放人 96小时的停火协议一结束 他们马上就会再开火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убег了 小明星期展愿 prepared 你 quis doctors过满手 кор capazello völlig有心理凡理凡价